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香港道路探索》 今天我們會探索一下 長坑路 位於青山公路附近 由青山公路轉入就可以到長坑路 這條路應該是少數在九龍內的路 比較窄的路 源於一些歷史 當年這條路在這位置 直接通往荔枝閣醫院 即是現在的姚中夷博物館和翠亞三房 姚中夷博物館和翠亞三房 本身是一個 荔枝閣醫院 成為了古蹟後 改建了姚中夷博物館和翠亞三房 而本身頭段的長坑路是為了連接 荔枝閣醫院 之後再加建 這條路在長坑村一帶 然後再加上九龍水塘下配水庫和宿舍的位置 原本 這條路是沒有的 應該是一些行山徑或小徑的 然後再加上九龍水塘下配水庫 其實在18年前 1924年的航空圖 我們已經看到 有人在長坑村一帶種田 有時候也不知道 以前的土地 為什麼不會在 方便的地方種田呢 以前的人 會去這一大附近種田 超過一百年前已經有人在種田 然後隨著打仗 二次世界大戰 很多人逃難民 逃難下來香港 有一堆人建了寮屋 有一堆逃難下來的人 這裡自此就慢慢 開始多人居住了 有過千人居住了 高峰期 非常之誇張 在這個山頭有過千人居住 隨著建了九龍水塘下配水庫 然後蓋上這條路 讓村民一起用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條路 這條路相對上也比較窄 到了這條路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會不會阻礙人 但是 我覺得平衡過的 應該不會太阻礙人 我有點想打退堂鼓 不過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到我是 先調一調頭 但是我發現好像也不夠位置調頭 不如就 離開了 不如就 走前面這條路 真的不要在這裡調頭 好像不夠位置 看看後面吧 如果在後面 一路會通往九龍水塘下配水庫 還有這個宿舍 你看到這條路是比較窄 養車處 也有一點 上面應該都是 有些是村民泊的車 有些是廢棄的車 有些很舊的 貨汽車 有不少廢棄的車輛 看起來應該是荒廢了 在九龍水塘下配水庫 在九龍水塘下配水庫 應該是比較少 有這種 比較窄的路 你看這條車的玻璃被人打碎了 在前面 就會去到宿舍的位置 但前面沒有調頭位置 所以我們在這位置調頭 我們也足夠了解 對於這段路 長遠路 長坑路 這段路我們也足夠了解 這段路還有什麼歷史呢 其實這段路以前交通很不便 要走上山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當時有司機駕駛白牌車 即是駛旅遊巴 駛貨汽車也有 去接載村民上下山 但是隨著 駛白牌車的司機 他年紀老買了 以及他的車子壞了 之後就沒有再有駛白牌車 這裡的村民主要出入 可能就是走路下去 青山公路坐車 或者是駕駛車 很多人駕駛車 或者是坐的士 我看到之前留言說 有些人都會坐的士上來這個位置 主要是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恆常的公共交通工具 應該是沒有的 這段路 不是很多位置適合調頭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有另一個故事 你看回前幾年 曾經有個女司機 不小心誤進了這條路 之後還反了車 或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 因為他誤進了這段路 之後 警察一步一步教他怎樣 怎樣開GPS 看看去哪個位置 才發現他在長坑路 長沿路一帶 所以最後就拯救他 這段路可能對於新手女司機來說 可能也是 有點困難 這裡有個小狗 超可愛的搖尾巴 讓他先走 這段路其實 真的不夠走 如果有人在走 已經可能要讓開了 這條路是剛好夠的車 好了 另一邊還可以看看 不過就算了 我免得遇上什麼麻煩 或是有對頭車 所以我們看了這一邊就算了 說一下這裡的歷史 帶大家看看這段路就算了 你看到這個發夾彎 雖然我的車已經算是小的 但也不夠彎 所以要這樣 繞過來 即是剛才要退位 好了 我們現在就 下山了 下山的期間 我們會遇到對頭車 下山這段是比較寬 上面那些可能是依山而見 以及以前可能兩旁的寮屋比較多 強行地開一條路 就弄得 這條路比較窄 下山這段是 可以讓車的 即是有比較多位讓車 我們看到前面 就 有一個Tesla 一起下山 我們待會遇到對頭車 有的士 對面有的士上來 可以看到這裡 其中一個的供負單工具 就是的士 不過我就是沒有客人 我只是上來繞一下 之後我應該都不會上來的 不過如果有客人上來 我就會上 好了 然後就看到一部小巴 他還 他還進去 我當下是這樣 為何他還給油呢 真是離遠都見到 因為 沒理由要一部小巴讓你了 但這間不是什麼村巴 是附近有一個 場所的一格小巴 私家小巴 輪社輔導 不知道什麼服務的小巴 好了 繼續下山 左邊就有這個 電站 即是那些 中電的設施 以前是沒有的 我們回到這個路口 這個路口經歷過不少的變化 現在是左右都可以轉 以前都是左右都可以轉 曾經有段時間 在1980年代 1982年左右 只可以轉左 只可以下去荔枝角方向 曾經有段時間是這樣的 現在也是兩邊都可以走 即是可以 出荃灣 走回青山公路 去回出荃灣 然後再去荔枝角 有趣見證了這個道路的變化 今天就探索完這個 長遠路 長限路 九龍區 少數來說是比較窄的路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